保持哥好 你好 华哥非常去华哥店里 超私养的 我生活还买了他一些东西 你看其实我今天自己买了好多 然后我们东西明天晚上给你们运 每周26给你们运 我现在开始PK连线 我们有连卖家的 有连这种店主的PK 其实我也欢迎更多的常家来连我们PK 就是大家可能大部分 像我的朋友里面 大部分是收藏的常家 他可能不卖 可能很少卖 但是也有些想卖的 那么我给你们创造这个机会 因为你们以前自己不开店 很难有找到什么渠道 去卖东西或云东西 那么我给你们创造这个机会 以后大家可以连我 待会我跟华哥结束之后 如果你们想连 可以跟我PK连线 就是在左下角点PK 然后您开播之后就可以 我们两个直接就可以建立PK 就可以帮您来介绍您的产品 知道吧 知道玩法 因为我一般都是下午PK 下午做这个PK 你们有空的时候都可以来 别人都是跟卖家连 只是卖货 我不是 我希望跟更多的常家连线 然后帮助你们去鉴定 你们可以提问 拿你们七五买到东西 来问我 我来帮你们来解答 这个东西对不对 免费公益鉴定 再一个可以帮你们推荐 如果你们手上有很好的东西 我甚至可以推荐给华哥 你知道吗 我甚至可以推荐 咱们这些卖族也可以买你的货 就互相交流 好吧明白 所以待会我们慢慢来 我们今天第一次给你们连线 我上午也没问你 圆琴花 现在给你们搞国宝帮有没有 我们直播间 赶紧来个国宝帮 国宝帮到我们这里 我们给你是真的国宝 你是国宝帮 但我给你推荐的是真的国宝 不是假国宝 对那么有点修 对有点修 多少钱 这个要好一点 这个修的比较少一点 这个圆琴花的碗 就是我们所谓的国产料 这就是国产料 就是很开门的东西 东西很开门的 是一个圆袋的一个碗 但它你怎么说 你肯定不能跟什么博物馆的圆琴花去比 没那种品质 但是也是倒带的东西 只不过是修复了 看到没有 它中间有一部分 然后旁边有部分碗口是破的 缺了的修复了的 但是品种比较少 你们以前可能都没这么 其他渠道可能都没买过这种东西 我们现在紧在这一个圆琴花的瓷片 通的都要好几百 好一点都要好几千一个瓷片 我给你们再说一下这个知识 老板可以拿着 这个画的是一个花草纹 口言的是卷云纹 那么圆琴花 它一出道就是巅峰 所以这种圆琴花的东西 它其实蛮有研究价值的 因为你看明清 历代都是模仿圆琴花的这种纹饰来画的 有没有注意到 历代的东西都没有突破圆琴花的一个条条框框 只在它里面去签砖 所以这种东西它是有研究价值的 怎么出现的都是个谜团 所以这种东西你们看到真的机会不多 国宝帮大爷也不知道有没有 你们天天买完整的都是新的 我也就这么两个 这种是老的 虽然画的粗一点 我们实话实说 这玩意儿画的精细的要几百万 要完整的精细的 这种要几百万一个 那是真正的可能就是国宝级的了 这种属于民谣粗一点的 但是是对的 是老的 是靠谱的一个圆琴花碗 它属于国产料 我们前几天做了一个视频 讲塑料 很多人就唧唧歪歪的 他们也不懂 我也懒得跟他们争 塑料和国产料 其实在运用上就有很大的区分 它并不是说四个东西就画 四个东西就用 大部分还没有用塑料 就是用这种国产料化 但国产量同样可以烧得很好 你不要弄国产料就烧得不行 国产料同样可以烧出好的发射来 所以这种东西 很好的一个学习价值 研究价值 几千块而已 又不是很贵 你们自己看着给价 喜欢就看着给价